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千鳥 歡迎收看我的戰地1 飛行員教學 今天要來介紹的主題是 剪刀 不是這個 剛開始玩飛機的時候 一些熟練的飛行員說 剪刀就是飛一個剪刀的形狀 我完全無法想像功能 覺得這樣飛到底是要整誰 後來去查艾霞的資料才知道 人來剪刀這個動作 是要兩台飛機一起看 才會像一個剪刀 如果只看一台的話 就是蛇心啦 這個動作要成功 前機必須要在每次轉彎峰 放慢速度 但後機來不及跟著轉 最後超前前機 造成攻守交換 在一戰到寒戰這段期間 就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技巧 近代則因為飛彈性能的提升 已經不是那麼有用了 那在戰地1中又如何呢 這個動作一次違反了兩個 我們第三集介紹過的原則 如果還沒有看過這個影片的話 我把影片放在右上角的資訊卡中 先選去看看再回來唷 違反原則等於是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 因為戰地1的子彈速度過快 攻擊方的瞄準太過簡單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這是戰地1的預瞄距離 就算是彈速較亂的封殺機殺手裝備 都只需要往前瞄一點 這則是雷霆戰爭的預瞄距離 這遊戲擁有比戰地1更擰真的空戰 介面提供的預瞄距離 是在機頭前那麼的多 可見戰地1中要打中前機 是簡單很多的 所以這樣做剪刀 在實行的過程中 難免要被打上好幾下 再加上每台戰機的性能非常的接近 減速效果非常強大 當注意到前機減速做剪刀的時候 非常輕易可以跟著做到 所以要靠剪刀 讓攻擊方抽錢 在戰地1中 是非常困難的 你根本就是在做廢片嗎? 還沒有勒 我現在就是要說為什麼我要介紹它們 不要把我推中呀! 雖然說最基本的剪刀不太可能成功 但剪刀一定有一個功能 就是讓自己在被咬死的情況下 從對方的視野中消失一段時間 也就是可以短暫進入盲區 一般繞圈圈如果跟得很近 要進入盲區是非常困難的 進入之後就可以執行給刀的第一個變形 中斷剪刀 原本應該要蛇行回來的 卻在對方沒有看到的時候 一去不復反 蛛走90度內原則 蛛轉只會轉直角 也有三個選擇 對方要猜中的機率只有三分之一 絕對有可能可以甩掉對手 或至少拉開一點點距離 當然不剛好轉90度是更好的 這招對準度不好的對手 例如我特別有效 因為就算從我面前飛過 我也不見得能夠打中擊槍 如果感覺對手準度不是很好 就能夠放心的用這招 在難甩開敵擊的戰地中 給自己一個機會 當然我被咬到的第一坨 就會打了四五十滴那種對手 這個動作很可能害自己更快速的被鳥殺 先不要小心 像這次 我連個板擊的機會都沒有啊 剛剛說了剪刀的第一個變形 那就一定有第二個變形嘛 第二個變形就是垂直的剪刀 我自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雙上半 也就是連續做兩次 因麥曼迴旋 別慌 我知道我還沒有講過因麥曼迴旋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打算這一集一起講 因麥曼迴旋是一戰時 德軍的王牌飛行員 MAX E-Moment 發明的 當時的動作是將飛機快速拉起到失速 倒轉、補充 同時迎頭攻擊 對手幾乎無法反擊 這個動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帥 在零之死魔中才能就曾經開零戰 做過這個動作 好有點扯遠了 回來講戰地 在現代 原版這個動作已經完全失去價值 在戰地獄中也是一樣 雖然是依照背景 但只做得到現代版的陰曼迴旋 而且現代版其實條件不嚴格 不是所有的飛機都做得到 先不管這些細節 現在的陰曼迴旋就是 垂直往上拉伸 到飛機反過來時 做個左翻轉或右翻轉 轉回正下 可以在不損失太多速度的情況下 取得高度 把這個動作連續做兩遍 就會變成垂直剪刀了 向上的垂直剪刀不需要另外減速 上升本來就會讓速度下降了 因為遊戲畫面通常是16比9 而且還沒有辦法很輕易的抬頭看 在垂直方向的視野比較狹窄 雙上方比起一般水平的剪刀 有更長的忙去時間 更難被記住 也更容易讓對手找不到 而且習慣上 轉圈圈 上去就會下來 沒看到的時候 比較不會猜測 是又往上飛 成功甩掉敵人的機率 高出許多 我自己是還蠻愛用這招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剪刀功能 一樣也沒少 如果成功甩掉的對手 還可以有很高的位能 有能量者有優勢啊 所以如果遇到甩不掉的對手 我都會試試看 反正試不用錢 哎呀完了 以後大家都知道要去哪裡找我了 這動作唯一要注意的是 千萬不要翻到地圖上空的界線 不然飛機會變得非常慢 那就當把囉 格帕拉山就是最容易失誤的地圖 因為地面太高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實際上用這個動作 成功甩掉敵人的幾個片段吧 我剛剛轟炸完 回來的時候丟個信號彈 之後在小地圖上發現敵人出現一下下 我開始進行甩掉他的動作 我繞到這裡的收聲音從左邊 這一圈也一樣 我決定在這時候來一個垂直的剪刀 我們現在看 看到了 他沒有跟上 在底下飛 我就開心地想他一波 從上面下來 我要怎麼調整我的位置都行 他這時候又犯了嚴重的錯誤 直接先射箭到底 也直接被我打死了 這一次我沒有注意到左邊那台戰鬥機 只顧著眼前的攻擊目標還有那台攻擊機 對 調換彈之後 我開始追擊攻擊機 在小地圖上面發現了戰鬥機的蹤影 我立刻放棄攻擊機 準備甩開戰鬥機的動作 對方跟著我 被打了被打了 我企圖靠著信號彈抓到敵人的位置 這時候我的有機來支援 所以我的動作開始變得單純 希望幫助有機能夠抓到對方 很可惜有機沒有抓到對方 丟失目標了 我把敵機拉到有機那邊 讓他看到 用滾頭的方式來躲一些子彈 希望有機能再做點什麼 之後AA開始往我們這邊打 是敵人的AA 有機還是沒有辦法跟上 而且被AA趕走了 AA命中率不是很高 不是需要很擔心的地方 不是需要很擔心的地方 我丟到信號彈器圖再讓 對方經過 看到對方的位置 距離並不是很遠 黏得很緊 有機還是跟不下 決定來一個垂直剪刀 而且這次因為沙漠的聲線非常高 所以我連坐三個直接頂到最高點 對方們沒有立刻發現我的動作 反而是往下飛然後看到了我的隊友 於是就跑去追我的隊友了 我要利用對方的習慣而成功的 如果沒有隊友的話應該會進入面對面的狀況 然後這時候又是公平的開始對決了 這個畫面就特別新了 最近才錄到的 我擊毀了前面這台戰機的時候 後面馬上跟來一台 我開始迴避 好 隨便 你可以從左邊過 看他過了後換個方向 來一個垂直的剪刀 想外套一下 望下看 哈哈 沒跟上啦 牠他發現我了 我已经取得了有力的位置 它是从下面上来 我就是从上面下去 这就是未能的优势 我可以调整我的位置 我持续地调整位置 没有办法调到很好的地方追上它 终于要跟得好了 它这边做了一个类似剪刀的感觉 虽然角度并不是完全平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时候我猜错了它的方向 进入盲区猜错方向 我往下猜发现没看到 往上猜也没看到 还好它最后自己失误 飞回我的视线范围内 而且这个位置还很好 对我残念的准度 他是不是一个减速爱好者 还有他喜欢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对于把摄影机 改成不追踪 就是维持水平的玩家 第三人车来说 是最难瞄准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种时候 我就会建议切到第一人层 可以大幅提高命中率 大家大概可以把我的命中率 快成你的 现在就可以提升 大概很多吧 两倍左右 我觉得应该有 专业炮枪的 我飞机就是这样 跟得到 就算命中率不好 还是会赢了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 剪刀的实际范例 这动作做起来不是很困难 也不太需要特别的判断 知道的话就一定做得出来 使用前多多斜着绕个几圈 错开对手跟自己的飞行路线 再试试看能不能甩掉 就对了 战地5上市了 这即将会是最后一集的 战地1飞行员教学 预计的东西其实没有讲完 像是滚筒、盲点切换 还有怎么判断敌机的位置 采取更有力的飞行路线 我目前倾向接下来 就以战地5做例子了 当我熟悉战地5的飞行的时候 再来跟战地1的做一些比较 从我的观点来说 驾驶时候的东西 除非是游戏独特的技术非常强势 不然使用真实的知识 都能一定程度的通用在不同游戏上面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 帮我按赞、分享、留言 订阅并打开我们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哦 还有FB粉丝和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战地5见 拜拜